而最近呢另外一个我们刚刚看完的这个是CES的大展 不过让大家非常担心的 刚才石油价格呢所以会涨这么高啊 在我们今天世界周报最后第四段的时候 告诉各位现在石油价格呢 在布兰特又涨到了一桶113美元 那么这么高的一个价格除了对于美国跟中国的经济数据看好之外 很大的原因来自于现在出现在埃及的政局不稳定 埃及的暴动已经一段时间 那么主要的原因呢经过阿拉伯之春以后 透过民主选举所上台的穆斯林兄弟会 先前是希望能够修宪扩大他的权力 到目前为止他的情势越来越失控 有些国际政治专家认为埃及的政府随时可能会倒塌 2011年1月25号阿拉伯之春降临埃及 民众激压了30年的愤愤 像潮水般涌出 当也绑不住 百万埃及人涌入开罗的解放广场 要求莫巴拉克下台 18天失控的激烈抗争 莫巴拉克再也撑不住 30年的独裁统治就此走入历史 但革命成功了 就意味着新时代来临 日子变得更美好吗 在埃及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历史在埃及仿佛冻结论 时代的巨轮并没有把这个国家推向改变 今年的革命两周年纪念日 大规模抗议再次占据了街头 到2月1号紧张情绪继续升高 愤怒的青年 甚至对总统府丢止汽油弹 警方则以一波波的催泪瓦斯对付 开罗街头硝烟磨漫 这名青年对着总统府丢鞭炮 不是为了庆祝 而是凸显对沐西的鄙夷 墙面上的反总统涂鸦 映照在烟火的亮光中 隔天几千名男女老幼继续走上街头 口号也似曾相识 要总统下台 改革的牛步话 让民众对革命幻灭 更对沐西总统未能实践承诺 改善老百姓的生活 并推进民主进程 感到无比挫折 反对派和沐西的支持者 爆发激烈冲突 演变为沐西去年六月上台以来 最血腥的暴动 再一次 埃及陷入危机 安全部队已实弹镇压示威 一周来 全国总计造成务师多人丧身 眼看着情势即将失控 国防部长出言警告 埃及政治纷乱 已经把埃及逼向崩溃边缘 动乱也牵动国际游市 使游价居高不下 沐西总统宣布 苏伊士运河沿岸三个抗争 最激烈的城市 塞德港 苏伊士和伊斯梅利亚 进入紧急状态 持续30天 并实施宵禁 不过塞德港民众 刻意在宵禁时间上街头 摆明违抗沐西下达的命令 民众不时呼喊反政府口号 甚至是反沐西口号 除了对现况失望 塞德港的激烈抗议 还因为一项与足球暴动 有关的法院判决 2012年2月 塞德港的足球队 埃及人队 和来自开罗的顶尖客队 国家队交手 埃及人队暴冷击败国家队 引发双边球迷大打出手 共造成74人死亡 是埃及足球史上 死伤最惨重的暴力事件 经过一年的审理 开罗法院在1月26号 判决涉及足球暴动事件的 21人死刑 这21位死球都是塞德港人 这项判决勾起塞德港群情激愤 死球家属一度还试图截球 民众大肆攻击政府机关 银行和法院 暴动扩散至整个塞德港 军方奉命在当地部署 民众则以石块为武器 对抗安全部队的催泪瓦斯 和装甲车 但在塞德港两天的激烈抗争 就导致至少38人丧生 The Ultras are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and well organized fan clubs in the world but in 2011 they became more than just football fans The Ultras became revolutionaries taking on the Mubarak regime and its brutal police force During the uprising it was often the Ultras in the front lines fighting police 也因此埃及盛传一种阴谋论 指出足球暴动事件的主谋 其实是穆巴拉克的支持者 人民 政客彼此之间的不信任 日益撕裂这个国家 革命时 各方势力都可暂时放下旗舰 齐心对抗共同的敌人 穆巴拉克的极权政府 但革命后 埃及社会的裂痕立即显现 穆斯林兄弟会出身的总统 和他的伊斯兰支持者 与势力庞杂的反对阵营 互指对方要为最近这一波 几乎让埃及陷入瘫痪的 暴力事件负责 相迟了一周后 原本拒绝与政府谈判的反对阵营 1月31号 响应埃及最具影响力的 伊斯兰教长的号召 双方签署了一份 谴责暴力的共同声明 可是瓶颈没有维持多久 阿拉伯之春 隐含着希望与心声 现在看来几乎有些讽刺 因为这个国家的春天 还好遥远